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一般求职民众想要进入职场的机会多 管道也多 但是社会上有部分想要就业的民众 例如中高龄 低收 中低收 更生人或新住民 或是恶度就业妇女等特定对象 经常求助无门 更需要透过政府的帮忙 让他们能够顺利进入职场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 劳工局局长王鑫进来跟我们谈一谈 劳工局对于刚刚所提到的特定对象们 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来帮助他们更容易进入职场呢 现在可以说 企业都面临了劳力短缺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开发我们这些中高龄 低收 中低收入 更生人 新住民 恶度就业妇女的 这样的一个潜在 这样的一个劳动力 所以我们也投入了非常大的人力 来美合这一部分 当然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进入职场 但是可能我们这些特定对象 他又不知道这些管道在哪里 所以我们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 来广先先导 比如第一 针对特定对象 我们每一年都会办理 特定对象就会出现讲座 我们每年办了两个场次 我们在101年到107年 我们共办理了十几个场次 也有1582个人士来参与 性向测验的工具 可能他以前没有特过这样的一个职能性向测验 也不知道他的兴趣在哪里 常常进进出出 浪费了太多时间 再多美合 他的就业兴趣 这几年来 我们共有540个人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咨询 这样的一个测验 我们也最后做获悉最终 进入职场之后 这些人都能够在稳定的就业 有些人他是不适合前职的到职场上 所以我们也建立部分工时的职缺 把这些职缺介绍 给这些以上的这些中高龄弱室职的部分 让他能够找到可以兼顾家庭 也可以找到工作来增加收入的部分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可能在中间 带他离开职场到今次职场之前 有一段空档 我们也开设职业者训练的部分 也让他能够在这个空档时间 能够再培训他的第二专长 我们这样培训下来 我们在目前从100年开始 共办理了303班的职业者训练 共有8035个人数 这样训练稳了之后 就会没合力 我们可以说平均下来 大概每一次都还可以达到77% 可以说在这段时间 经过这样的特性之后 在进入职场的劳工伙伴 共有6752人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也一样在办理大型救援博安会 我们一样都会为这些弱势的职请 办理专门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服务台 来没有他们 那么有哪些地点可以提供民众进一步询问 有关特定对象相关就业的问题 我们也一直在谈说 我们如何能够辩解 能够让这些想要找到工作的伙伴 能够很方便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 这个设立救援服务台 也让在地的人都能够 在在地的服务台来服务大家 我们沿有谈线的时候 有永华、归人、新室、官田、家里、新营等6个服务台 然后我们合并之后 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各区公所 帮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救援美合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也到各工业区里面 去设立救援服务台 包括我们的台南科工区、宿谷园区里面 事实上我们也跟便利商店做结合 在便利商店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上 我们也可以下载我们相关的工作职缺的部分 我们在台南工作好找APP里面 我们也设立了人力银行 等于在APP里面 同时也工作职缺也有人力 所以我这边有呼吁 我们辖职里面的企业长商 能够提供更多的职缺 那能够让这些特定对象 来找到他们需要 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工作 也可以进入资长上 能够有收入改善他的经济环境的部分 那我们再附送一下 局长刚刚提到的地点 民众可以去就近的就业服务台 便利商店或是用手机下载 台南工作好找APP 查询就业职缺或服务 也可以直接拨打 劳工局直讯救福中心专线 06 633 0820 恰询 再次谢谢王局长的分享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直讯救福中心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